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传解放军宣誓词 私下遮羞布彻底沦为党卫军 中共为混淆视听 将其控制的军队 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字 并自诩是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 中共军方规定 公民参军后宣誓时 要承诺为人民服务 然而 网传视频显示 这一内容已被篡改成 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遮羞布也私下了 其彻底沦为党卫军 据中共军方2018年发布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 有新的公民入伍成为军人时 需在入伍的90天内 庄重严肃并着装整齐地进行军人宣誓 该条令第13条规定 军人誓词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服从命令 忠于职守 严守纪律 保守秘密 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 苦练杀敌本领 时刻准备战斗 绝不叛离军队 誓死保卫祖国 然而 4月15日 旅美作家高伐林 在社交平台说 解放军军人宣誓 过去誓词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为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并上传了相关视频 视频显示 在宣誓现场 宣誓词被篡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成了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网友跟帖说 本身就是党军 以前装模作样 现在懒得装了而已 党卫军遮羞部也不要了以后 粉区们别喊他们人民子弟兵了 彻头彻尾的党卫军领袖家丁 党卫军 已占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终于还是露出邪恶的嘴脸 由人民组成的人民解放军 专门用来替党镇压人民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